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來到基本法第十一條 也就是第一章最後一條 我們繼續有基本法推廣都道委員會兩位拍檔 有張俊勇和李浩然 第十一條就是整個第一章 也就是總則最後的部分 就關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第十一條就是這樣寫的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 包括社會經濟制度 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 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 以及有關政策 均以本法的規定為依據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和本法相抵觸 那就是說 作為一個總則 現在第十一條就是告訴你 如果有什麼法例和基本法撞了 那就以基本法為意外 是不是這樣去理解這一條呢 這條條文其實有幾個很重要的訊息 第一就是說憲法 第三十一條是成立基本法和特區的憲法上的根源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就是這樣寫的 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 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 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 就是必要時才設立特別行政區 這個是由人大做決定的 不可以這麼隨便的 大家以為是搞多幾個特區 其實不是的 其實香港和澳門很必要才有這兩個特區出現 這個憲法的三十一條的法源是第一個重要信息 第二個這個條文的重要信息就是其他任何的一切立法 或者其他法律都不能夠和基本法抵觸 這裡分兩步去講 其實有很多朋友問我一個問題的就是 究竟憲法 就是中國憲法適不適用於香港呢 兩位怎樣看呢 如果他說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 第十一條劈頭第一句就是這樣 其實都是起碼那個全國性的法律是會涵蓋香港的 只不過根據第三十一條 授權了你可以再用基本法去套在香港那裏 其實這裡一個在憲法學或者國際法一個很簡單的理念就是 一個憲法必然是在他全國國家的所有領土範圍裏面是生效的 如果不是呢 你怎樣決定這個地方是不是那個國家的呢 如果你說那個憲法只適用某個部份 另一部份不適用呢 是不合理的 所以憲法一定必然地在全國適用的 但是我們看到這裡就是 我們幸好就是基本法保障 應該這樣說就是 這裡就是憲法三十一條延伸了基本法出來 但是憲法必然適用於香港的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處理就是 憲法有些條文可能和香港實際情況不是吻合 又或者是第二個問題就是 憲法和基本法是一個怎樣的關係呢 這個其實就是這個條文裡面帶出來最重要的訊息 所以如果我們去看的時候就是 憲法和基本法是怎樣的關係呢 引用大陸法系裡面有一個概念叫做 一般法律和特別法律 就是說憲法就是一個一般法律 但是遇到一些特殊的情況 例如特區 有些制度是比較自己個體的 就會適用那個特別法律 就是憲法的特別法律就是基本法 所以這裡搞清楚就是憲法和基本法的關係 以及可以引用一般法律和特別法律這個概念去處理 簡單來說 如果是本身在基本法是有說明的東西 就是基本法以貴 但是如果基本法沒有提到的東西 而本地立法又沒有做到的東西 那就以國家憲法為一個基礎 其實你這個推論是對的 因為其實實際上 憲法和基本法 一般法律和特別法律 他們的關係有三個基本原則 第一個基本原則就是 如果憲法和特別法律都有寫的時候 以特別法律即是以基本法優先 這是第一 一個很有趣的例子就是 在憲法的第五條 就是講中國是殺人社會主義制度 但是我們前幾集都講過 基本法裡面講到香港是殺人資本主義制度 我們也知道實際情況是這樣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特別法律即是基本法優先食用 這是第一個原則 第二個原則就像剛才Thomas所講的 就是如果有些情況是沒有寫到 就是基本法沒有寫到的時候 其實憲法的一些內容就可以被引用 那第三個原則呢 其實就在我們十一條條文裡面都講了 就是任何的新的立法 或者過去的立法如果有抵觸都要修改 以及任何的法律解釋都不能夠違反 這個特別法律即是我們基本法的規定 嗯 其實如果我這樣講 我覺得第十一條 最需要看的 真的是立法會議員 哈哈 因為它寫得明白的 總則這一章的最後一句 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 就是立法會了 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和本法相抵觸 如果你不熟悉基本法 以及它背後整個憲法的原理 操作 你隨時本地立法抵觸了 所謂中的招都不知道的 是不是 其實應該是一定要了解這件事 當然我覺得 律政司旗下的團隊 當然是很熟悉基本法 這個是一定的 但是其實它是說明 告訴立法機關 拜託你們盯緊一點 你們立的任何法 其實立法機關 在立法會之外 在某個程度上 那範圍會再廣一點 是 我想是 立法會這邊 DOJ 就是律政司 其實所有的法律 包括人大常委的釋法等等 都是不能夠違反基本法的 就是有這個大的 所有東西都不能夠違反基本法 就是立法會以外 其實所有跟立法有關的制定法律的 新法律 或者是法律的解釋 都會存在這個問題 浩然一向都是 專界的 鑽研基本法 Thomas 你自己做完第一章 如果要問問你 你到現階段 你做的小宗教 你感覺 過去這十二集 十一條再加上罪言 你感覺如何呢 我感覺 其實雖然基本法 是在80年代 做的一份法律 但其實它當時 是一份很有 有前瞻性的一個法律 雖然是很簡單的文字 但其實它將很多 將一國兩制裏面的精髓 其實是包落在裏面 由國家和香港的關係 根據甚麼依據 出現 香港可以成為特別人整區 如何出現 裏面的居民 或其他在香港的人 如何受到保障 人身自由 民權 權利和自由 受到保障 都很清晰地說了 其中我最關鍵的一點 就是怎樣利用到這個基本法 可以將國家的發展 和香港的發展 共同融合 整合 其實看見是香港會不斷變 五十年不變 但問題是會進步 而國家的進步 和香港的進步 應該都是同步 適時相關 最終希望令到國家的進步 有香港影子 而香港不斷的進步 亦有國家的幫助員 我看都是這樣 我自己都很感謝兩位 我們打算一直都拍下去 但作為第一張 你當作是第一季 過去這十二集 我自己覺得 起碼我作為一個 都做了十年的時事節目主持人 我又真的覺得 其實都是可以跟我的監製 和其他製作團隊說 不是很悶的東西 大家那一開始很害怕 會不會太硬 這麼深 其實不是 講一下故事 講一下設計師 講一下歷史 講一下邏輯 講一下思考法則 其實是挺通識的東西 我覺得是 你看完總則 你明白了很多東西 當然第二樣就是你剛才所說的 為何香港人現在是這樣的呢 為何香港會這樣呢 我們會不會有一些陷阱自己查下去 但其實原來基本法一早 很多人已經提了我們 不是這樣呢 第三就是 其實浩然和Thomas都說了一件事 任何人研究innovation 研究創新 可能要研究一下基本法 即是你怎樣在未知的空間 和一個沒有辦法預測到的將來的變化 但是你去做一些東西出來 去迎合未來 其實這些就是創新 這是一個很大的正義創新 其實這是一個創新產品 即是如果你戴這個角度去看 整件事就完全不是一種 防守性防衛性的一種 封閉式思考 即是如果香港可以將基本法 即是國家給我們這個優勢 發揮得好 你怎樣將在一個普通法 和大陸法的空間裏面 我們可以是拿到最好的出來 其實這就是香港的優勢 因為所謂的正義創新 我覺得就是制度上 即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 你怎樣拿到最好的拿過來 其實國家在過去三十多年的 改革開放 其實是做到的 它真正正是將香港 一些好的經驗 以及一些可以參考的東西 其實都搬了過去 而它完整了原本的空白 香港反過來 其實我們都應該是這樣 我們怎樣去將我們好的東西 保持 而是將它學習到更好的東西 去改善我們 我覺得這個是基本法 給我們的一個機會和一個原意 當然 全靠有一個在導 李浩然 李浩然真是多 謝謝Thomas 謝謝 謝謝浩然 好了 我們第二章 Season 2再見 我們兩個距離 我們兩個距離 我們六百多次 現在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 不同的 我們兩個距離 我們來看看 大家是否有